佛里正中校国小 为了鼓励校内的学生能够多元发展 在五年前邀请张嘉伦老师在学校成立选乐团 成立以来 中校国小也每年都会以不同的主题 来呈现他们的学习成果 今年中校国小以披萨与化为主题 邀请学生的家长 用他们的职业 如手工披萨店老板 画艺师等等 结合音乐来演出 而在音乐会之后 也有中校国小家长后援会 办理的职人亲子手作DIY试集 让学生的家长以自己的职业来摆摊 帮助孩子们借由这样的活动 认识自己家长的职业 我们这次的音乐会 是因为我们的老师 张嘉伦老师 他觉得学校的家长里面 有很多各行各业的翘楚 他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学乐做结合 所以才能有这次的音乐会 我们的学乐大概五年前开始 小朋友都从零开始 慢慢的经过两年的小朋友的训练之后 成立乐团 又经过了两年乐团的训练 又成立小团 那目前呢 我们的学校的乐团呢 参加 去年参加蓝头线音乐比赛 在国小组拿到第二名的成绩 目前我们学校 除了在各个地方 各个机关学校表演之外 还有艺文中心表演之外 音乐比赛中呢 获得成绩的 获得成绩的第一次 选乐团指导老师张嘉伦表示 因为去年公所以及普里基督教医院 办理职人嘉年华士级 并且邀请他们来演出 这样的演出方式 让学生感受到不一样的冲击 因此今年也特别邀请校内 非常多的职人家长 结合音乐来演出 呈现一场非常不一样的音乐表演 并且艺文中心外面 也有非常多的家长 来进行职人手作演员会的模式 让家长就有演员会的活动 展现他们的专长 这次很高兴 能够我们在普里艺文中心 能够办这场亲子职人的嘉年华 其实我这场音乐会 还有这个活动最大的发起点 就是去年由政公所 以及普里基督教医院 他们所举办的一个职人的音乐会 那个效应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今年我就特别请了 我们学校里面非常多的一些 职人的一些家长们 能够到现场来这边 然后结合我们的音乐 跟那个乐团的演出 所以这次向邀请了 我们一位做披萨的 以及我们做花艺的家长 在台上结合我们的音乐 能够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一场音乐会出来 那当然我们还有我们外面 有我们中校国小的这些家长们 所组成的一个后援会 他们所发起的一个 这个职人首座的一个 那个园游会的模式 将他们所有的专场 能够运用在这个活动里面 先远黄四方表示 披萨与花音乐会 非常地特别 不仅演出别出心裁 也让孩子们 从小有职人的观念 让他们对于百工百业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让他们对于 未来发展的选择 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肯定中校国小校长 家长后援会 以及教学团队的用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我们 普里镇中校国小的职人 披萨与花的音乐会 那中校国小在 曾校长还有家长会的率领下 有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选乐乐团 再加上家长会有一个 是披萨的一个家长 来一起结合 来创造出 让孩子有 可以让他从小 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先议员吴国昌表示 这场音乐会 跳脱传统模式 用披萨与花来结合音乐 非常别出心才 并且听校长说 他们全校的学生 都有练习弦乐 这对于孩子们 气质的培养 以及艺术细胞的培养 都让孩子们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这次透过一个小时的聆听 也非常的享受 并且中校国小弦乐团 不仅在南投线 在全国性的比赛 也有非常好的成绩 因此也鼓励并祝福他们 能够更加精进 将弦乐的技艺 能够学习得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中校国小 在我们保留艺文中心这里 基盘就是披萨与花的音乐会 那么这次他们的表演 可以说跳脱传统性的 这个格式 格调 对着跟披萨来结合 跟桑花的结合 这是真正有创意 别出心才的演奏会 而且今天看到我们中校国小 在这里所有的学生 我刚才知道他们 积父 尘校 都有在加选业 选业呢 可以说背后 我们的孩子的气质 而且还有技术细胞 这个背后 可以说是好好 也很好的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在这里聆听 一个小时 我建议他们的这个造议 真的尽管 非常熟练的一个记忆 而且主席老师 也真的用心来指挥 来教导 输在我们中校国小 这个神乐队 可以说 在我们全埔里 甚至全县 那么全国 都总有真正好的成绩 所以在这里 鼓掌也鼓励他们 也很欲议 声音员淑一诚表示 非常高兴来聆听 中校国小弦乐团的表演 由于这次的音乐会 结合花艺以及披萨制作 相信这对于孩子们来说 有不一样的启发 因此这样的表演形式 也是非常值得来推广 让音乐与职人来结合 尤其不管是披萨的 面粉飞舞 还是花艺结合音乐来呈现 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律动 是一场非常棒的音乐饗宴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 普利宗教国小 选乐团的表演 他加上职人 披萨的表演 也可以说非常的创新跟创意 我想这是对孩子一种启发 我觉得这活动非常的棒 需要可以一起来推广 让音乐跟职人直场 当场他也表演了 这个做披萨 让面粉在音乐当中在律动 我觉得这感觉非常色香味俱全 是一个音乐的饗宴 这次的成果展 中校国小家长后援会 也在场外进行职人手作DIY试集 后援会会长潘怡庆表示 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小朋友都知道 每个人的父母都是非常棒的职人 透过农产品或是手作品的体验 让他们了解父母工作的同时 也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 这次的活动呢 因为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爸爸妈妈各行各业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职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摊位的摊组 都是由爸爸妈妈组成的 然后小朋友一起来帮忙 来贩卖我们的 不管是农产品或是手作品 一起来做体验 让小朋友知道说 自己的爸爸妈妈有多么的棒 然后也促进这个亲子关系 家长陈首安表示 一直以来 他都是以无毒有机农业在做推广 这次参加职人手作市集的目的 也是要跟孩子们分享 家乡产物的多样性 并且如何吃才安全 而透过介绍有机无毒的观念 若使孩子们对于友善耕作 有更深的认识 一起来友善环境与土地 因此这么棒的市集 也希望能够持续来推广 让孩子们都有机会来参加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我是中校国小的家长 那我们今天来摆摊 参加职人摆工的活动 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想要让小朋友 来参与无农药航局的种植 那我们做了一个航局查报的体验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家乡 生意产物的多样性 跟它的实用的安全 那我们希望说 以后这个活动可以多多的举办 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这样子 那么棒的活动 现议员陈怡君 感谢中校国小家长后援会 多年来对于弦乐团的支持 尤其今年的音乐会 结合披萨与花艺 让音乐会的演出 有不一样的体验 而中校国小弦乐团成立五年来 学生人数从六十多位提升到一百多位 也显示家长们 对于中校国小弦乐团的肯定 因此也希望幸福教育处 在少子化时代来临之际 能够鼓励学校发展自己的特色 只要学校有特色 也不怕无法招生 而这次的活动 也结合职人手作四集 让整个活动非常具有教育的意义 他也再次感谢家长后援会的支持 才能够有这场特别的音乐会活动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普利艺文中心 中校国小家长的后援会 在弦乐的部分 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的努力 今天的音乐会 是由我们的中校国小弦乐的 家长后援会来主办 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些市集 其实不是外面找来的 就都是家长他们一起来共襄胜剧 那包括今天音乐会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他们把一位家长 他会做提拉米苏跟披萨 然后现场邀请到舞台上面 然后跟着孩子们一起来揉面 然后做成这个披萨皮 然后还会甩这个披萨皮 那现场就由我们中校国小 弦乐团的小团 来担任一个现场配乐的演出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我觉得这五年来 中校国小呢 在弦乐方面的发展 已经受到我们福利 许多的家长的肯定 所以呢 学生人数也从六十几位 晋升到一百三十位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在这里呢 除了肯定学校校长 还有张嘉伦老师 以及我们全体家长的努力之外呢 也要呼吁我们的教育处 要多多的鼓励不同的学校 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里面呢 一定要创造各个学校不同的特色 只要你做出自己的特色 不怕没有学生 那今天的市集呢 也非常的精彩 那有很多呢 都是家长自己来这边 然后彼此交流 跟孩子们一起 那也非常的热闹 那再一次谢谢中校国小 这个学员团的家长后援会 给我们一个这么特别的音乐会 中校国小校长 曾圆信表示 中校国小声援 从六十多人突破到百人以上 主要就是在放学后 学校有发展多元性的社团 让学生有多元的选择 家长对于多元性的社团 也特别的支持 让孩子们从小选择 自己擅长的方向来探索 帮助他们未来发展 有更清晰的方向 应该是说 除了学校有特色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学校有课后的多元性社团 让小朋友可以 可以多元的选择 选择他们喜欢的 学习的领域 那家长也特别喜欢 希望小孩子 从小就可以探索到他们 探索他们希望 学习到的 他们最擅长的事 他喜欢做的事 副议长潘一拳 肯定中校国小 成立学院团这五年来 积极以不同的面向 来让更多人 看见学校的特色 今年更是与家长来结合 让职人与音乐 以特别的方式来共同呈现 也看到教学团队 帮助学生未来发展 探索的用心 也希望宣服教育处 也能够鼓励 县内各学校 发展自己的特色 进而让有兴趣的学生 都能够选择来就读 帮助孩子们在小学阶段 就能够适性地发展 明星文成为一 专题采访报道